我知道了 謝謝你 這件事情 千萬不能有第三個人知道 要這個人 請在這裡 拿到位置 請繼續 對 是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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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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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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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 这样的你 也会有怕的时候 我害怕 害怕爱而不得 害怕相爱了 却无法在一起厮守 害怕到最后一切的一切 终究会化成一场空 不要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无论未来有什么 我们都共同面对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你不要对我关闭心门 不要轻言放弃 你就是我的力量所在 为了我 你也不能放弃 芸汐 这一生能遇见你 我何其有幸 你刚刚跟毒丫头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也是无奈 你就不能骗骗她吗 以她的性格 她一定会牺牲自己 救龙非夜的 即使我骗了她 只要没有别的办法 一旦殿下生命垂危 她还是会那样做 那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 启离陛下 刺杀韩芸汐的任务 失败了 失败 你不是跟朕保证说万无一失吗 请陛下恕罪 老奴也没想到 百里茗香 竟然会救韩芸汐 百里茗香 不是一直要杀韩芸汐的吗 没错 但百里茗香知道 只有韩芸汐的心头血 才能救龙非夜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到了最后竟然返水 情愿用自己的生命 去换取情敌的生命 妇人之人 愚蠢之急 龙非夜现在有了解毒方法 依照她对韩芸汐的宠爱 只怕不会牺牲她的性命 成大业者 怎可儿女情长 她不怎么想 也有人帮她怎么想 必须要废除这个千丑余孽 独孤仁大军的计划 必须加紧执行 提早行动 老奴遵旨 老奴参见清妃娘娘 老奴遵旨 臣妾参见陛下 免礼 陛下 臣妾熬乱小米粥 陛下尝尝 朕没有胃口 陛下 是有什么新事吗 是不是毒蛊人研制得不顺利 毒蛊人研制一切顺利 自从找到了毒宗留下的毒蛊经禄 可谓如虎添移 想想很快就能直出毒蛊人来 那为何陛下依旧愁眉不展 李圈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说韩芸汐的心头血 可以解除龙非夜身上的毒蛊 朕担心 她会用心头血 可谓 折腾 不停 他们的眼神 放在肌肉里面 在肌肉里面 他之前有随时 这种情绪 能够心 也不可能 得到 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照百里茗香对韩芸汐的肚恨 只怕韩芸汐跟龙非夜是两情相运 陛下可知情质于女子 可令其生 可令其死 当初臣妾也是心系陛下重病 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陪在陛下身边 所以臣妾觉得 韩芸汐也会为了龙非夜舍弃生命 倒是一切都晚了 爱妃说得有理 所以我们只要一直派人追踪 正所谓摆密一书 臣妾不信 就没有韩芸汐落单的时候 就按照爱妃的意思去做 但这一次 朕一定要想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这些妖剂到底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至少还需三个月 三个月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 小人们一定竭尽全力 把有感知出来 一定 一定 一定感知出来 这是以心头血为药液 配置出来的解毒蛊的药方 说不定我们还有别的方法 顾大哥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我也舍不得你们 我也舍不得你们 可是 这是我爹种下的因 我就得来还这个国 即使不畏如此 殿下也是我最心爱的夫君 救他 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 顾大哥 最后再拜托你一件事情 等我取出新头血 还请你帮忙炼制解药给殿下 要是殿下问起来呢 能满意时 我会想要你帮你 最后再拜托你一件事情 等我取出新头血 便试一试 七少 你要去哪儿 天徽帝给南疆下毒瘟疫 是为了研制毒蛊人 进行的实验 他现在着急研制毒蛊人 如果我们能拿到 研制毒蛊人的配方 就可以找到 救龙非夜的办法 是啊 我跟你一起去 好 走 启禀陛下 毒蛊药剂已经完成 现在万事俱备 只差最后一步 算算日子 南疆那边的毒瘟疫 又会再次爆发了吧 据探子回报 南疆那边一切正常 没有再次爆发毒瘟疫 老奴推测 应该是龙非夜 把南疆的毒瘟疫 彻底根治了 龙非夜 又坏了朕的打击 陛下息怒 不管怎么样 毒蛊人大军的计划 不可以再脱了 我们要对京城 让个措手不及 可是陛下 我们去哪里 搜集这些材料呢 有一个地方 京城和西京的交界 青山镇 星星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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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青山寺出事了 放開我 糟了 不知道雨澤怎麼樣了 雨澤 雨澤 誰啊 是我 七少 七少是你啊 快進來 進來 你沒事吧 我沒事 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顧太医也來了 我也不知道 前兩天還好好的 昨天突然瘟疫又全面爆發 官兵們如今 你都是在這裡 我會說 我會說 那我心裡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一點 可是你們 你不想說 你不想說 你們兩回答 那些於是 你不想說 我真的想說 Grandma picture 文官 周旁 由我作词 文官 伍们 iva ус 99 白 眼睛 是 你去那里乱严 公公 找得好 谢公公 七少 这绝宗草的生命实在顽强 我考的现在都没有考干 我想了很多办法 都不行 你们这样考是不行的 我听宗主说过 绝宗草需要一片一片地考 才能考干 上次七少给我那一支 我也是切成了片 组组考了半个月才考好 你这么说 那我们现在时间根本来不及 是啊 过去了这么久 绝宗草的药效肯定大不如前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一试 说不定 还能拯救一些 染了毒瘟疫的百姓 嗯 雨泽 你就按照太医的方式 继续考这些绝宗草 好 我在想 我们现在想拿到毒蛊之毒的药剂 唯一的办法 就是办成 青山镇 染上毒瘟疫的那些村民 我们才有可能混进去 我知道 你一直向往南庚女支的生活 等到大战结束之后 我就把王位让给唐离 然后我就陪你一起隐居到田间 怎么样 陪你过这样的生活 好吗 怎么 不愿意啊 当然愿意 我跟你说啊 我都想好了 这里要怎么布置 我要在那儿 种上很多很多的紫藤花 然后那边 种上绣球花 牡丹 亭中 再来一些荷花 这样我们冬天的时候 就可以在雪中摘梅 打雪仗 夏天的时候 听虫鸣 那就再种一下芭蕉 早也香香 晚也香香 急不快灾 好 都与你 你还回去处理证务吗 不回了 唐离也该独当一面了 西风说她处理证务 已经井井有条 对了 近日 在欧阳院长的主持下 唐离和宁静成亲了 ¿! 是 这两个欢喜冤家 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正好 互相祸害 总比他们俩祸害别人的好吧 那 你呢 我祸害你一个就够了 你只许祸害我一个人 我 取心头血之前 一定要做的事情 体验和殿下隐居的日子 你 着重亲殿下 原房 如果没有和殿下原房 他应该会很快忘记我吧 让殿下死刑 让殿下死刑 我以前一直幻想 在山水之间 盖一座房子 里面只有我和我爱的人 没有人打扰 每天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如果晚上睡不着 还可以拉他出来看星星 如果要是夏天的话 加上几块冰镇西瓜 就完美了 那现在呢 完美吗 只要有你在身边 怎么样都是完美的 就完美了 殿下 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 你会想我吗 我 算 equal 尤其是 在什么事 我刚才的 我刚才会想 你是 人 花 是 刚才 那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顾太医 顾太医 走 追 走 追 走 顾太医 穆老将军 你怎么会在西京 穆老将军 你应该知道 天徽帝正在制造毒蛊 晚辈恳请老将军 为了天下苍生 阻止陛下 顾太医 背叛龙家的事情 我穆家子弟做不到 顾太医还请自便 就当今日 没见过老夫就是了 穆老将军 你俩赶紧走吧 多加小心 走吧 走 咱家可是在陛下面前给你们担保了 可是事到如今 你们连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成过 想必你们应该知道陛下的手段 公公 这次是属下失职 下次 绝对不会再如此答应 那咱家 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起来吧 谢公公 坐吧 坐吧 你二人是咱家最得力的手下 陛下正知用人之机 咱家在这个时候举荐你们 也是为你们好 谁都不愿意一辈子甘居人下 只要你们肯听话卖力 自然会有功成名就的时候 公公不计前嫌 我二人一定一心一意为公公办事 将功赎罪 万死不辞 好 只要成为毒蛊人 才是你们将功赎罪的最好机会 使者夫人求见 她怎么又来了 叫她进来吧 叫她进来吧 娘娘 使者夫人突然来 是有何事啊 娘娘 这里说话方便吗 放心 本宫现在 已经完全取得陛下的信任 周围都是本宫的人 使者夫人可以放心说 好 真是太好了 虽然北利国现在已经异注 但是和西丘的盟约却还仍作数 听说天徽帝 已经拿到完整的毒蛊经文 毒蛊人即将制成 事不宜迟 娘娘 还请你尽快动手 你听谁说的 娘娘别管我的消息来源 天徽帝战败 既然没有跟娘娘你提出 向西丘借兵作战 一定是有所依仗 娘娘需要尽快 拉拢天徽帝的势力 然后给她下一点慢性毒药 等到毒蛊人制成之时 或者娘娘有能力 接管她的势力之时 那便可以彻底 下毒 下毒 娘娘 你该不会是对天徽帝 动情了吧 没有 本宫只是在想 如今天宁已经一分为二 西丘朝局也已经稳定 陛下这么喜欢我 就算她练成了毒蛊人 也不会进宫西丘 争天下的事 本宫已经厌倦了 至于本宫死后 那一切就随缘吧 娘娘 你真的以为 西丘现在已经稳定了吗 那些不过是我们 放给你的假消息而已 你的弟弟 早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你说什么 你弟弟的笔记 你总记得吧 那只能保护 你 不是 我 你 不是 我 你 我 你 你 娘 您这句话未免太天真了 赢才是最重要的 哪有什么背信弃义一说 娘娘 您现在肯接受我们的计划了吗 难怪秦王攻打天宁皇宫之时 你们北历没有趁虚而入 难道 你们与龙非夜已经结盟了 没有 但是如果娘娘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那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 把毒药给我 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女 娘娘 你真的要把这些事力 交给北厉 交给北厉 他们想都别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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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告诉她 我准备自己去一趟青山镇查探情况 已经召集了上次那批太医随行 只是顾太医几日前告假 不过好在 上次研制解药的配方和配药都还在 等到位已绸缪了 走得不算 多谢娘子夸奖 我决定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 青山镇情况不明 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唐离 出嫁随夫 现在我是你的夫君 你得听我的 那你 要多加小心 放心吧 我很快就回来 真的没有想到 竟然离一种成分都分辨不出来 看来这些草药的精华 经过萃取融合之后 发生了改变 很难检测出真实的药性 七少 既然此法不通 我们试试直接调配解药 好 毒宗在药鬼谷研究解药的时候 我是看过的 你让我再想想 双安勿躁 我们一步一步来 可毒丫头不等我呀 我真是白血了这么多艺术 娘娘 你要的莲子羹来了 放下吧 你先退下 是 参见陛下 免离 启禀 陛下 老奴发现 内力高强之人 较之普通人 能更快地变成毒蛊人 老奴正在想办法 寻找这些实验品 他们能坚持多久 挥离陛陛下 如今毒蛊人的模样 可以维持十柱香之久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可以一直保持 毒蛊人的状态 好 如果毒蛊人研制成功 你将是天宁的第一功臣 朕不会亏待你的 老奴谢陛下恩典 陛下驾到 参见清妃娘娘 参见陛下 免礼 是 清儿 让你住在这里 真的是委屈你了 不过你放心 朕一定很快打败龙非夜 夺回朕的江山 臣妾一直坚信 陛下能重新夺回江山 陛下 臣妾亲手给你熬了莲子羹 好 可以安神养心 太医不是说了吗 夺思伤身 陛下 还是要保重龙铁 来 趁热喝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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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清儿果然好手艺 来 陛下喜欢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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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